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連向NNT旅遊 What's your mom? 心心靈,Been like a 7-10 今回題目,放輕鬆 感謝 提示完遇到哪個博客 那麼 你們中有多少人如此努力 以自己的方式前進 有多少人非常努力 一直都在干預自己 我們建議將某個結果 固定或固定在某些情況之下 幾乎沒有幫助 無論結果是提升還是第一次接觸 賺錢還是掌握技能 都無關緊要 我們建議固定 或者在某些情況下 念念不忘於一個特定的結果 是很少有幫助的 無論哪個結果是 揚聲還是第一次接觸 賺錢還是精通一項技能 不重要的手段就是終點 這種生活就是一段旅程 是一個展開的旅程 是向內心的神 避開的旅程 避開的旅程 如果你因屬靈 的恩賜 重金或者獲得 聲望的門徒 或者老師以聲明狼跡 你就失去了重點 旅程就是過程 過程就是一齊 方法的關鍵就是 但這個生命是一個旅程 是一個展開的旅程 向內心的神聖 擺開的旅程 你應該被精神添付 但偏偏重新 評估金錢 或者一個 零星門徒 或者老師的明星 錯過了重點 旅程是一個過程 過程在一起 我建議就是放鬆 我建議就是放輕鬆 心吸一口氣 然後會放塌 心深地吸氣 然後呼氣 現在有一次深呼吸吸 然後會放塌 然後再次深深地吸氣 呼氣 好了 我感謝 這個 教你們如何放鬆 放輕鬆 喜歡影片的朋友 有錢贊助嗎 以及訂閱我 在這裡的贊物